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TU6新版的王者手牌的套装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是3.4倍镜的SVD 标准的伤害呢是1064万 如果这个时候触发王牌再加上暴击的话可以达到140万的伤害 如果不暴击的话则是129万啊 这两个呢都是马Buff的伤害 如果是复仇女神的话则可以达到一枪1300万的伤害 这是以前六件套的王者手牌达不到的高度 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前的六件套版 那么呢大家大致看一下就行了 因为新版的话它砍掉了两个装备加成 从六件套变成四件套了 然后就变成新版的这个样子了啊 其实呢四件套感觉更灵活了一些 它只是把那个武器控制量和准确度砍掉了 同时呢它还加了很多红叉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绿装多了很多红叉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175 当然你也可以玩全火达到20火 我这边呢还有两套搭配的方式 待会儿会给你们解释啊具体叉在哪里 实际上新版的王牌套装呢有很多种搭配方式 甚至你还可以走暴击流 那么呢其中三件王牌三件阿拉丽的套装呢 这是输出最高的啊给自己用的 那么呢四件王牌呢是给团队争议的啊 整个团队都能受到这种效果 那么呢武器的话我最喜欢的是红色的这一把sv啊 因为红色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天赋呢是带幸运机 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把闪命svd 这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啊 带赤神罗里的天赋白质特别高 这是我之前为了秒老三而准备的啊 那么呢副武器呢则是副手女神啊 这个是标配的636k好的我们首先来讲 些面具面具的话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呢是阿拉丽的带金银商还有震荡天赋的啊 当然呢我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道格拉斯的剧名的面具 这款面具呢特别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是加强版的天赋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暴头上啊震荡的暴头上增加至25% 还是很不错的对吧 这个新天赋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造成的暴头 只要你有一枪打中了头 就可以增上25% 而且这个天赋呢是可以仿佛的不断的出发了 就可以稳定增上25% 同时呢你还可以有50%的基因伤 还有一万四的生命值 其实呢我还有一种想法呢 就是带芬里斯的面具啊 它是唯一一个有酸天赋的面具 带震荡重击还有生命值 还有基因伤啊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我后来想了一下 因为我玩牌的话主要用狙击 我不需要突击步枪 所以说带这个 虽然说可以节省一个重击的天赋位置啊 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好的接下来背包呢 用的是带天赋的王者手牌 对的没错 这个版本呢 绿装的背心和背包新增的天赋啊 这个槽位 由于呢我制作出来的十几斤 全部都不是原生带重击的 所以说我还得把它洗个重击上去 因为这个版本呢 圆圈的天赋是不可以叠加使用的 而且我的那个面具呢 又不带基因伤 所以说我只能把背包洗个基因伤上去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的武器伤只有4.5% 虽然够用 但并不是特别高 我以前拿那个背包呢 有9%的武器伤啊 那么呢现在呢 我这个背包呢 有三红啊 带一个重击 还有两个红叉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接下来讲的是背心啊 我暂时还用的是 以前的没有天赋的 王者手牌的背心啊 这个我带了17%的爆头上 还有13.5%的武器上 同时呢 它还有两个红叉 一个黄叉 而且up主我是非常费的 我制作了十几个带天赋的背心啊 没有一个是原生带重击的 然后呢 如果它原生带重击的话 我的背包呢 我就可以选择那个原生带升击的啊 其实呢我还有三红的背心呢 但是担心生命值会不够 接下来手套也是王者手牌的啊 双红属性 只可惜其中一个属性呢 不是暴击概率 不如不说这个红手套呢 还是挺好看的 接下来呢 护旗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属性带生命值的 一个是带暴击概率的 那么呢天赋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盐天赋 总武器上增3% 还带一个红叉 最后呢 讲的是枪套 如果你用的是三件王者手牌的自用套的话 那么呢 你的枪套呢 就用阿拉丽的啊 带生命值 还有15%的暴击伤 还有一个红叉 这样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呢 如果你要用的是四件王者手牌的啊 给队友增3的话 那么呢 你就用王者手牌 可以带生命值 还有暴击概率 或者说带技能强度和暴击概率 我是觉得带技能强度是挺好的 因为你还得触发一些技能的差劲 就比如说奶真的啊 多了4发 上王牌的伤害呢 肯定比四王牌的还多啊 但是四王牌的话 是给整个团队用的啊 我是觉得王者手牌呢 主要是给团队增加各种各样的buff的啊 无论你的伤害呢 是高还是低 只要能快速的跌buff啊 那就好了 当然了 以上呢 都是这个TU6侧师傅的 出版的新王牌的套装 以后呢 我还会持续更新第二版 第三版的啊 这个版本呢 并不是最终的版本 还会继续优化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硬币 收藏加关注加分享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